蕭島有傳出法國跟瑞典他們的AZ疫苗都有導致醫護 就是病假有副作用 目前暫停施打 那臺灣未來有可能會採取類似措施嗎 那當然任何 任何的措施都有可能 那都必須依據最新的資料 那當然這個有進來有傳出這些相關的這些國家的 這樣的一個作為 那我們當然是高度的重視 那不過因為相關那些作為的話在 相關的數目並不夠多 那也許不良反應事件可能還需要做一些區隔 那就最近英國本身比較打的量比較多 那並沒有這些異常的情況 所以目前我們的政策上仍然依循著WHO 在2月10號所公佈的18歲以上 還有南非變種病毒皆可適用 這樣的一個原則來做 但是我們會持續注意國外 相關的一些政策跟相關的一些數據